各位开那个文字与资料函数 那再来后面呢 我们基本上上课的流程 会以这个 12345 反正就是说看那个我们进度到哪里 就讲到哪里 反正就会一个一个个别的急迫 那主要就是说 在ESAL里面怎么样可以解决问题 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 包含就是说各位可以看到 文字与资料函数 上礼拜提到这一题 比如说我今天需要 把这个F栏到H栏 这三个栏位的资料呢 快速的变成一个 我可以 首先的话呢 就是要把这个 里面总共会有三个栏位的资料 那串联之后的话 变成这个资料 上面这边有个资料 的方法 OK 类似这样 所以这个的话就0911 然后1杠 084 1杠007 对不对 但是问题啊 你要怎么样可以把它变在这边 当然 如果比较 比较没有效率的做事 就是用突发链钢的 会有人这样0911 然后自己打 084 007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再下一个 再一次 那 这个资料的话 是某电信公司他们的客服人一定要会的 也就是他如果一天里面有几万笔的客户资料的话 他可能就要击击几万笔 那当然不合理啊 所以有没有什么快点的方法 所以我们这个课程就是教各位 比较聪明的 聪明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OK 所以特别注意啊 你不要以后工作的时候 你就突发链钢再慢慢击 我跟你讲 老板可能叫你明天不用来了 因为呢 工作里面一定就要会一些快一点的方法 那其实最快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我们课程里面一个重点就是VBA 那什么叫VBA 就是将来我可以产生一个按钮 按下它之后呢 这篇的事情全部都解决了 就是按钮要做的事情 OK 可是问题 这个写这个按钮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也没有那么困难 这个是我们要学的 那不过呢 在讲那个 按钮之前我们可能会渐进的 如果你还不会写程式之前 至少你要学会什么 学会Excel里面的这个东西 就是所谓的函数 函数然后再慢慢过渡到VBA 所以我们大概 课程的重点就是说 我们会先跟各位讲 有一些可能没有那么困难 不一定要写程式的方法 那就是用这个函数 OK 函数里面 然后怎么样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出来 那方法呢 我们大概待会跟各位讲 那也许你可以先试试看 如果你已经有那个函数的基础 你也许你可以试做看看 反正每一道题呢 都是一个问题 那我们需要你做的就是最快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那当然工作上也是一样 你未来在你的功课 你在学校的那个作业也是一样 怎么样最快的把你的这个结果给做出来 然后首先当然底下有一些提示 如果说你要快一点做法 当然你不要用土法练钢 所以这种方法是错误的 特别注意 因为如果你用这种方式来做事 你恐怕到下班 你恐怕还没办法把所有事情做完 人家已经都下班了 所以你要会什么 第一个要会函数 那函数部分的话呢 就是说我希望得到的结果长着这样子 那里面底下有个提示 请你用and的符号串接 另外的话rept 那rept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repeater的缩写 repeater就重复嘛 那len是什么 len就是lex的缩写 就是长度的意思 指的就是说有几 你比如说我今天要算什么 算这里面有几个字的话 那它如果回来 假如是两个字的话 那我就意思就补一个0的意思 repeater是指重复几个0 也就是说里面一定要有三个字 所以呢我用3去减掉它里面 有几个字 比如3减掉2嘛 里面比如有两个 那我就补一个字 补一个0 所以补一个0在哪里 补一个0在前面 所以大概是这样 那如果你对于那个rept跟len函数不熟的话 那当然我想大部分同学应该对这些都不熟 所以你可以切到前面有个rept的练习 这个练习前面的部分 这几个都是比较常用 你应该要汇的一些文字类的函数 那比如说rept怎么做 插入函数 那这个逻辑是如果 它的销售量有超过100笔的话给一颗心 所以理论上以这边来看 这个应该给几颗心 158嘛 所以理论上应该是要给一颗心 那当然如果你用图法链钢 你变成怎么样 要一个一个慢慢把这个贴上一颗心 那这边几颗心 这边两颗心 那当然如果你资料少的话还可以啦 可是你如果资料多的话 假设你这边员工有像郭台铭 他的员工人数都是几万个 甚至有一些跨国企业几十万个 哇那不得了 那你一天每天光做这些事情 用眼睛看就好了 所以这效率当然不会好了 那怎么办呢 你必须学会用快一点的方法 至少第一个你要会用函数 那函数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个 你们待会先试试看IPT IPT我刚刚讲过是重复 那所以呢 怎么去学习使用函数 一点击这边有没有 他会跳出一个插入函数 那会问你说 请问一下你要用Excel里面的哪一个函数 帮你解决问题啊 那你会发现这边有类别 有这么多类别 其中请各位找到文字的 因为我们需要的是 跟那个文字的有关的 重复哪些文字 所以你就找到文字 那他会按照英文字母的顺序排列 所以你往下找到R 你会找到一个IPT 那当然 慢慢各位要习惯 下面他会有一些提示 你可能要慢慢看懂这些提示 如果你看懂这些提示的话 你大概就知道 即便你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函数 你也会使用这个IPT函数 他的简单说法 不过里面蛮多英文的 不过你大概就是知道 英文的关键的地方 他底下会跟你讲说 你给我什么 Test 就是文字 你给我重复的文字 那第二个给我什么呢 重复几次 那我会帮你把结果帮你重复出来 所以你要给两个讯息 他会给你最后的结果 所以理论上按确定之后的话 第一个我要重复什么东西 重复信号 那重复几次呢 是根据跟什么 销售量有关 所以你就点选销售量 那他会把这个销售量的资料 带到这边来 但是我们要每一千笔 100笔 所以除以多少 除100 除100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这边呢 他就会出现1.58 意思是说呢 他会帮你产生这个信号 产生几个呢 产生1.58颗星 不过 这个地方几颗星 他会是取整数 所以他会把那个小数点给去掉 所以出来的话 应该就是长这样子 按确定之后的话 当然他会出现一颗星 那底下怎么做呢 底下就向下填满就可以了 不过向下填满的话呢 有一个问题 你们可能要注意一下 向下填满的话 只要是里面的储存格名称 它都会自动帮你 向下这个裂号会自动加1 也就是说 向下他有个规则 他如果你假设没有把1给锁起来的话 他会变成1 自动下一个变2 变3 变4变5 那这个3也是一样 不过这个B3刚刚好 因为我要抓下一个 所以变B4 B5 B2 这个地方不用锁 如果你没有锁 马上确定 你会发现向下填满 它也会出来 不过结果会错 为什么 因为他会把你的那个 这个公式里面的C1 改成C2 改成C3 那不对啊 我们今天基本上这个不能动 所以记得哦 如果你1的部分不要动的话 你就在这个1的前面加一个前的符号 前的符号是Ship加上4 Ship加上4 然后按打勾 打勾之后的话呢 向下填满 那你会发现 放开之后呢 答案就完成了 OK 如果你有100万个人的 反正不管几个人 你像他做一次公式 底下呢 就全部完成了 OK 应该可以听懂那个意思吧 所以这个Easeo里面呢 至少你要不要函数啦 如果你不会用函数的话 我看 如果每个每个用人工来判断的话 我看你每天 每天加班就加班不完的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第一个 文字与资料函数 我们主要是要解决这边的问题 但是我们可以渐进的 先了解一下这边 所以这个公式的话 请各位先试一下 应该可以看得懂啦 那至少你那个Easeo 这个是 以后如果你到职场上面工作啦 我想最基本的能力 一定要Easeo要贵啦 因为 目前 根据调查 使用的那个软体里面 Easeo应该是排名第一个 其实几乎办公室里面 使用几乎最高的 所以你这个软体不会用的话 我看以后 要工作上面 就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 所以呢 当然第一个会用 第二个可能要效率高 因为有些事情的话 他不会 老板不会等你啦 给你东西 你要马上把结果告诉我 那问题是你怎么样 马上快速的 把结果做出来 马上快速的话呢 那关键就是你要会用函数 要会写程式 如果你这些能力具备的话 以后你在职场上面工作 应该会蛮愉快的 为什么 因为人家要什么 你马上给什么 对 但如果你不会的话 变成你就慢慢那边弄 人家就觉得说 奇怪 你怎么这么简单的东西 也都不会 那这样会产生问题 所以请各位第一个 先把文字与资料函数的REPT 先试做看看 好